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News ABC 我是来自文字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宣竹 我是来自传播艺术系的如馨 诶 如馨 跟你说 我前几天开车去屏东玩 一路上都战战兢兢的 害怕一不小心就发生路沙事件了 嗯 路沙 那是什么啊 你不知道吗 路沙指的就是道路上的动物 因机车车辆的碰撞或碾压而死亡 而屏东啊 最常被路沙的动物就是路线 去屏东的路上常常看到一些被路沙的动物 真的很心疼耶 哇 那就没有一些补救的方法吗 而且是只有屏东会有这种情况吗 不是哦 过去在苗栗县也曾经发生过多起的石户路沙呢 而至于改善的问题 苗栗县政府前阵子在老庄西下游河段 搭建了两座友善动物的通道 看住石户等小型野生动物安全穿越西流两岸七地 降低路沙的风险哦 在通道完工的十天后 即监测到了有石户的光临 可惜啊 它仅仅短暂停留了五秒就推出了通道 目前已经在通道的底部加上软木屑 进行采光的调整以及内部的仿生改善 未来将继续监测并盼望石户的利用哦 希望这些装置真的能帮到石户 那我们就透过这则新闻报道来一起学习几个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友善的 friendly 友善的 friendly 无敌 isn't very friendly 无敌没有很友善 无敌 isn't very friendly 无敌没有很友善 第二个单字 提升 improve 提升 improve You can improve your English by studying harder 你可以认真读书来提升你的英文实力 You can improve your English by studying harder 你可以认真读书来提升你的英文实力 第三个单字 装置 device 装置 device This device is a huge state to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这个装置对科学记来说是一大步 This device is a huge state to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这个装置对科学记来说是一大步 那以上的单字都学会了吗 下次再让我们一起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藻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藻网络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